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在未來看看我們的體育設施會再加強 因為始終 我知道我們的校園都比較有限 因為東南西北已經閘著了 但是今年我們很幸運 獲得一個新的校社 雖然我們的運動真的不多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現在現有的運動 都可以有更多的支持 其實我也很感謝譬如排球隊 有很多舊生都已經這麼多年回來 又教球隊 又領隊 又幫我們做球衣 又安排這些排練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多一些救生 在不同的範疇 因為他們很多的救生 當年他們都是一枝獨秀 獨當一面 他們在足球 藍球 羽毛球 乒乓球 乒乓球 游泳 游泳 都是當中的一份子 都是 captain 都希望他們可以回來 支持一下師弟 不論是人手 資金 設施 我想都需要多些人支持 譬如我們籃球場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泳池 有田徑 因為田徑隊都很需要我們的支援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sports 看看有沒有可以 Changing Rooms 就是我們更衣室 因為有些同學現在 基本上可能是嚴犯 是 免得換衣服 我們都不會給他們這麼多藉口 不如如果可以有很完善的更衣室 還有有健身的地方 希望令到同學不要再掛著打機 因為另一個我覺得的不是挑戰 而是危機 有一次很記得的 就是當staff對student 師生對賽的時候 原來form1 是一群form1的同學 其實是沒有上來看球的 他們是躺在地上 你見到到處裏 一些pizza box 就是吃完東西 躺在那裡 坐就坐得不值 接著都屈了 對著手機打機 打機又不是群體 是個別 自己自得其樂 我覺得你回到學校 其實你想投入團體的生活 打機不是壞事 但問題就是 都不是經常打 還有你做每件事都有它的時候 我覺得回到學校 不如跟同學多些聊天 多些交流 所以如果可以多些體育的設施 或者學校可以 不要說是逼的 都鼓勵多些 其實是否應該每個同學 都應該要入個sports team 這件事可能會 對 很突破性 也很爭議性 為什麼你要逼我兒子 你想一下 如果你覺得是好的東西 有時候一些加強的鼓勵 是需要的 另一個令我覺得擔憂的就是 原來制服團體參加人數是少了 為什麼呢 他們有很多家長說 星期六我要學東西 要補習 要學一些樂器之類 那是OK的 但是這件事我都看見 都持續了幾年 參加制服團體的人數是少了 但是制服團體的存在 是的 意義很重的 意義很重大 但是毋庸之意 因為正正就是 你的兒子加入了 無論是Red Cross 聖John 同軍 同軍 師傅 他其實就是學會怎樣照顧自己 是 因為媽媽和爸爸不在身邊的時候 你怎樣去接你的衣服 你對皮鞋 那怎樣去處理好自己的東西 另外就是你怎樣跟其他人相處 合作 完成一些TASK 那這件事是 是 在家裡學不到的 是的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有工人 是的 都已經很多事情不用自己做 我想我們 都改變不了這件事 但問題是學校 是否可以提供一個 令他們自立的環境 客觀的環境 是的 等到他們可以健康成長 是 之餘可以懂得治理 是 治理完之後 所以我們第一天才可以去 照顧別人 照顧別人 剛才王Sir你所說的 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社制 所以我很同意你所說的 強制性 每一個人都要有 隨便一件事 或者你參與一個體育團體 或者是制服團體 或者是一個樂隊 你隨便要有一件事 集體活動 才可以令到那些學生 有一個凝聚力在這裏 是的 我覺得我們聖誘室的傳統 就是自由的 是的 自由 你的發展 我很尊重你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傳統 但我又覺得要平衡 譬如說 自由之餘 我都要硬性規定你 就是要在這裏 培養你的凝聚力 培養你的兄弟情 否則的話 你枉讀男校 你讀什麼男校 你男校就是一群兄弟 是不是 我有個提議 我的提議就是 學校不讓學生 帶手提電話入學校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的 根本已經是水浸眼眉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入到學校 就是打機 那你怎樣跟同學相處 你剛才正如黃老師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踢球 為什麼不去打籃球 是因為打機 我收了他的機 那些人沒有事做了 那他就是關注點 他就是跟同學相處 喂 我跟你打架也好 都可以打 是不是 現在沒辦法打的 為什麼 打機 所以我 是很強烈建議學校 有些學校是收電話的 一上學就要收電話 我很希望學校 例如剛才Mr.Wong你說到 那些人把垃圾塞在 Locker後面 或者是桌子又不收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學校 可以很加強一個價值的教育 這個價值的教育 可以是大一點的 就不要只是說 你要有禮貌 我覺得這個是太過簡單了 我很希望這個價值教育 是將我們學生的眼界 拉闊一點 不要只是看我自己 而是看這個世界 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這個民族 整個社會的發展 沒得發展 其實自己也沒得發展 尤其是我是男校 我經常覺得 一個男生 如果一個男生 他的眼光太短淺 是一個什麼男人 他的外形是一個男人 但是他的內心是鼠目寸光 他的光彩不會出來 他有一個遠大的目標 有一個遠大的理想 他就會去做一些他應該做的事 既然我要為人類作出貢獻 我會努力讀書 我努力讀書的目標 我不是為了十八顆星 我是為了去貢獻社會 是不是 如果有這個遠大的目標 就事半功倍 還有這個是治本 就不是一個 你中文不好 我幫你中文 不是 我是令到這個人 立身處世 在這個社會建立自己的價值 我很希望 學校可以做到這件事 最重要是你辦學有方針 是 你的辦學方針 就不是為了滿足教育局的所有要求 那些可能其實是基本事 但是其他學校都會做到 如果你要是與別不同的 學立雞群的 你是需要有不同的視野 不可以再做其他學校都在做的事 那些是minimum 同意 或者那些是避險 你做這件事會發生危險 做這件事會引起官司 那就不要做了 那這件事是下品來的 你要做上品的上乘的學校 一間真是培育出 你所說的有光彩的人 是呀 有光彩很重要的 一個人 精彩的人生 不可以只是被風險 是呀 要進取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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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